大家好 熟悉的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来谈谈过鲁器 确切的说是鱼过鲁器 就是那个安装在猪锅鲁器上的罩子 我总是在给发动机做保养使用它 因为它能保护猪锅鲁器 这个过鲁招是一次性的 每次我都会换 这样鲁王就会干净很多 现在给你们看看 这是一个过鲁而招 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得清 上面有书写 这是一个出口 有书写 五沟和灰尘 一切都被这个二招当住了 我现在给你们暂时怎么更换它 首先我们把它拿掉 拿掉很简单 只要轻轻一拉 这是拿起有方向 我不确定你们能否看到 它能当着多少无垢 我每次都会拿起这个交动一下 然后扔掉 通常这里需要使用一些过鲁器 市场上有双空气的雨过鲁器 我用的是过滤招 这些也很方便 我使用这些是因为他们是一次性的 我换了救人 换了救人 我在亚马逊上卖的连接在我的网站上 他们是手助使用的二朝 这个大约是到15欧元 100个 这类的 我来拿 我去开门 然后我把它装在后面侧面 最难的部分是前面的 因为有箱 安装上后几乎够不到 我经常用一个经典的扳手来帮助 把它往下呀 让鲁心就微 好 完美 这里现在搞定了 我一会儿做完给你们看看 雀人周围都支撑到位 好 现在给你们看看 看到美这个是新的 它会完全抱住整个路网 并保护主要的路网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 是因为这周群里 有人对该什么弄有疑问 像我开头说的 我一直在用 因为它有助于保护路网 这点很重要 不过可以稍换一次路网 这个很方便 它给空气很好的过路 脏东西不会粘在上面 而且很方便 好了 朋友们 今晚就到这里 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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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